随着动画和游戏产业的发展 数字绘画借助画时代的便捷工具 加无限反悔功能变得流行起来 神奇的笔刷和滤镜也让画师有了更多的可能 如果你想从事这个行业 接触数位板也只是早晚的事情 有小宝贝就会问了 什么是数位板啊 数位板好用吗 怎么选数位板啊 那么本期就来给宝贝们一一讲解 什么是数位板 我们一般亲切的称它为板子 简单的来讲 板绘就是通过笔 用数位板在一些相应的软件中 进行绘制图画的一种方式 板绘在进行画画的过程中 是存在压力感应的 线条会根据你用力程度的不同 展现对应的粗细虚实 以模拟现实绘画 板子有什么好处 或许买一块板子等于吃一个月图 但这一块板子等于近乎所有的手绘工具 而且不是一损品 也不是消耗品 能用很久 不用的时候还能拿来压泡面 从长远来看这是非常经济的 板子的各项参数 绘画区域 也就是作画范围 常见的有4×6、6×8、9×12这三种尺寸 要大的还是小的 只要看个人喜好 压杆 也就是数位板对你下笔力度的感应能力 有四个常见的级别 分别为512淘汰、1024紧接 2048专业、8192紧接 对于萌新来说 1024以上的压杆基本够用 读取速度 也就是板子与电脑的同步率 有六种常见的读取速度 100、133、150、200、202、266 100的读取速度就基本看不到延迟了 分辨率 也就是像素 目前有四个常见的分辨率 2540、3048、4000、5080 分辨率越高 画出来的线条巨尺越少 买什么板子好 现在市场上的数位板品牌与型号众多 是很多小宝贝在选购数位板的时候 也很头疼 毕竟是第一次 大家都很谨慎 所以WACOM472新手入门及手绘版 2048的压杆级别 133的读取速度 2540的分辨率 性价比高 是你乘出路上的点脚板 用完还能传给下一代 凡是活动期间入手 还能领取我们专属定制的大礼包 名额有限 赶紧扫码报名吧 先到先得哟 那么本期的绘画小科普就结束了 如果宝贝们有什么想学 或者想知道的绘画小知识 可以打在评论上 或许你的问题 就会是我们下一期的选题 记得长按点赞加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